在今天的本土个案是新增了 有76例又增加了5人死亡 最可怕的是什么呢 是印度变毒株的入侵 这是屏东有一名计程车司机确诊了 结果疫调匡列发现 他的乘客的亲戚是从秘鲁返台的祖孙 指挥中心指挥官陈始忠今天证实了 这祖孙两人是感染印度变种株Delta病毒 哇这个消息之后简直是大炸锅了 因为网友们非常非常的担心 有人说双北就算南部现在怎么办呢 还有人说现在是要封锁屏东啊 不然怎么办呢 是不是升级印度版呢怎么办 还有人说阿伯那么准 好怕很多人都很担心 小黄会变成一个传播链 有人问说南部的医疗撑得住吗 为什么呢 因为网友一面倒真的很怕 为什么因为有人说这个印度变种呢 比英国的变种更可怕 传染率不是开玩笑的 还有人说是大魔王来了 台湾还没有人是有这个疫苗哦 是不是要直接封城呢 还有人说是不是不要闹 为什么呢大家这么害怕 因为呢以前我们说感染了新冠肺炎的话 有可能的症状就是味觉丧失 也有可能是你的嗅觉可能会丧失 但是现在呢吴昌腾医生说新的确诊的案子呢 发现他们有一些症状 哪一些症状呢 第一个就是头痛 咽喉痛 流鼻涕 发烧 持续的咳嗽 这看起来是不是就像我们平常的一般的感冒一样呢 所以真的很难去发现 是不是真的罹患了新冠肺炎 但是现在呢 印度的变异株 Delta病毒已经入侵了台湾 就来看看指挥中心怎么说 我们最近的基因的定序 从秘鲁 从秘鲁入境的 有主生两人 那基因的定序是Delta的病毒 Delta的变异株 是Delta的病例株 那因这样 当然以前我们本来就有5例的Delta病例株 那在这一次 在这个变异株里面 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确定 其他相关的有关联的 染疫的情况 是不是同样的变异株 也许是不同的感染源 那现在目前我们在厘清中 不过我们还是认为说 在世界整个Delta病毒株也相当的 可以说相当的泛滥 很多地方 那我们特别看了一个几个国家里面 相关的这些有这个变异株的几个重点的国家 像 印度 英国 秘鲁 以色列 印尼及孟加拉等 7国 那入境的旅客 换句话说他过去有14天的 旅游史和转机 那就再进去一定要在我们的集中检疫所 集中检疫14天 那而且在检疫期满跟入住时 都要检验PCR 那被我们这样强制 进入集中检疫所的旅客 我们不需要支付检疫所及裁准的费用 只有公费 那至于原来我们就有巴西跟印度的专案 但也是维持原来的一个情况 从秘鲁返国的祖孙在屏东居家隔离的时候确诊 经过的基因的定序是Delta变种病毒株 因为它的传播力很强的特性 所以屏东县政府现在是丝毫不敢大意 第一时间就启动了方山社区的筛检站 而且对封港还有善于两村的村民全面的筛检 希望能够及时的阻断传播链 指挥中心稍早公布 两例秘鲁境外一路的案例 确认为印度Delta病毒 昆阳实验室同步也加速釐清 在坊山社区群聚传染面的基因比对 屏东严正以待采取更严格的防疫措施 全力进行精准的疫調 扩大矿类全面採检 已经启动封港善于两村全村的筛检 务必防阻社区传播链 让传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